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经常听人这样说 说放流做水灾 放肥做风胎 这句话听得好像不太难听 但是这句话是很好的一句演技 它是要给我们提醒 提醒说我们不能复杂俯威 我们不能夹杂圣子 不能用五团 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跟我们说 我们中间又来扭曲 扭曲 所以说其实就好像放一封条而已 它就说做很大的水灾 其实这个意思不是放流到水灾完全没关系 但是意思说小事发大 少事发大 这种公法 这种做法 其实不是我们人应该有的本分 只放一封条而已 就说哇 红胎来了 红胎很大 所以说这是有种老民 把以小扩大那种的公法 所以说这种话呢 过去在我们争讨里面 常常听到阿公还是阿嬷这样说 其实这句话最重要的 就要跟他说 我们特地不能夹杂修圣子 不能乙儿传俄 不能我传来英雄的大师 我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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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讨论